這個遊戲的名字叫 Zoloven發電廠 Zoloven 一個都市廢區探險者發現了一個廢區 蘇聯軍用核電廠 這個地方曾經傳聞有 政府掩蓋什麼外星人事件 什麼有的沒的耶 請把我抓去改造機機 噢噢 屌屌屌 好了 我現在開始要紀錄我這趟旅程 我的名字是湯瑪斯 我在這邊 登山 在這個森林裡面已經一個小時了 現在我要去一個地方叫做 Zoloven發電廠的地方 是蘇聯時期 軍用發電廠 1950年 然後人們就一直在 傳聞這個地方 有奇怪的活動 有奇怪的活動 不停的增加在這個區域 現在我要去這邊 看看到底傳聞是真的還假的 欸 到底在怎麼說 現在壞鬼啊 我是狗還是貓 我什麼都不是 我是吉娃娃 對啊 我的視野為什麼那麼低啊 蛤 欸 到了嗎 畫面 你們知道這個作者吧 就這個阿札Gang啊 阿札Gang知道吧 這個能不能亮一點啊 搞得我真的是很火 就這個風格啊 你這個風格一看就知道是誰了啊 我現在已經在核電廠裡面 然後就是反正就等著 等著探索就對了 直接廢棄爛路 你們要看黃色還是要黑白色 這個是比較接近現實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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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是就連紅 紅色都看不見了 電廠也太小了吧 那有事沒事就閃光一下這樣 有事沒事就閃光一下這樣 喔這邊竟然還有電力 電欸 發電死嗎 還有這個阿 我這要先去關電源嗎 哪裡阿阿媽的 有龍上欸 隱藏的東西要黑白才看得到 這麼麻煩阿 這麼麻煩阿 很多年前 存放了彈藥 還有其他的各種裝備 不太重要欸 有奇怪的聲音阿 這個地方曾經有... 他怎麼會在我看文件的時候突然跳出一個臉來阿 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失蹤案件 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失蹤案件 這些人在看見藍色的光線在空中照射下來 然後有三個藍色的光球 不停的旋轉 圓形在空中 為什麼會在這個發電廠這邊發生呢 那邊是不是有外星人阿 這外星人也太大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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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這嚇死誰阿 他這樣的黑畫面是不是在換電池阿 還是怎麼樣阿 還是紀錄阿 叫種檳榔汁 我覺得這個主角最後應該也是... 飛走了阿 所以都要去改造基基 哇 這女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要找到路 我要找到方法關電 女人 呃 有屍體在裡面欸 有看到嗎 想辦法把電線關起來 都已經50年核電廠還是什麼電力廠阿 怎麼還有電阿 亂來 也許這個老舊的儀錶板還可以運作 找到正確的方法 有四個按鈕應該有一個順序阿 對 是 他媽外星人是不是 都出來 成功關閉了阿 我怎麼沒有看一件 外星人遊戲中有女的外星人 都是男的阿 哇 這不是外星人吧 這是什麼蟲子阿 假面騎士喔 有把Key在 蟲蟲筒子裡 這個 有啦 那個辦公室鑰匙 就是 這感覺沒有死很久阿 怎麼屍體還這麼完整阿 你靠北 嗨 外星哥 整天在那邊看來看就在看三小 我這把鑰匙不知道開哪裡 喔喔喔開始亮喔 等一下喔 看一下什麼光阿 哇阿 哇阿 我今天最大的願望就是被 抓去改造 開始有點LAG 開始使用我的灰藍牌組 不覺得這邊有什麼辦公室啊 下樓 這實在是太瘋狂了 我要把這個影片好好保存 就能讓我發大財 現在什麼 剛剛那條路是不是可以走了啊 原本有電嘛 喔有了有了 漏電狀態解除 這裡嗎 喔大頭外星人 解鎖辦公室鑰匙像監獄一樣 把鑰匙拿起來 一堆文件 這個發電廠 在戰爭時期是我們的主要發電廠 他們在跟美國戰爭的時候 好像有什麼組織還是怎樣反正就是發現了 秘 是美國隱瞞的秘密嗎 他們擁有了 非人類的 技術然後 然後 關於什麼 黑物質技術 黑暗物質 代表說他們的高科技都是從外星人這邊得來的 小灰人 會綁架人類 然後 學習人類的知識 自從1950年代開始 這個電廠好像有小灰人一起建設設計 會提供額外的幫助給小灰人 讓他們修理太空船 小灰人是住在這邊住多久了啊 20年了喔 我已經是會說會說國語了 會說英文了什麼都會了 對反正就是合作啦 我們幫他們修太空船他們就會給我們 外星技術用來戰爭勝利之類的 我這才能看到 大飛碟啊 好Lag喔 又又又又又是誰啊 我怎麼突然就死了啊 Ending 2 屁股 被去探索者被一個 黑西裝的人帶走了 然後眼睛整個都是黑的 醒來之後發覺自己在一個黑色的房間 就說 知道外星的存在 但是他們要阻止其他人去挖掘這類型的事實 逃跑然後拿筆 戳了其中一個人的脖子 你逃跑然後逃出了這個不知名的地下設施 你的錄影帶 在逃跑的時候受損 你雖然還活著但是 沒有拿到任何證據 我剛是走右邊嘛 我就是走左邊 兩個分歧剛好就是這樣子而已啦 剛走在那邊被黑人抓走了 外星人快抓我啊 走出去嗎 不對啊這不是早就有了嗎 看過啦 爬出去 喔有個梯子啦 我到屋頂了 看這攝影機快爆了 再上去一層 洞要跳嗎 雷達站 我剛真的假的啊 太清楚了吧 快帶我走啊 從小我就非常的自卑 雞雞太小了 今天我要如願以償了 今天我要如願以償了 哪裡啊 這個電塔怎麼 有噁心組織啊 等一下這扎小啊 該不會是外星人的陰謀啊 有噁心組織啊 呦怎麼啦我怎麼結局都在 被電到啊 這實在喔 探險者被外星人抓走了 被小灰人抓走 當他在探索這個電力場的時候 他醒來之後發覺自己在 政府的船上 然後正在搜索 幽浮 呃 墜毀地點 船上的人 告訴他說 我的身體裡面好像被他們植入了什麼追蹤器啊 如果我不配合的話 這追蹤器就會讓我感受痛苦然後永遠追蹤 我一輩子 就是逃不過政府的監控 外星人就活在我們之間 他們就 隱藏 隱藏著身影 只用他們的科技 蛤 雞雞被裝晶片 我覺得這個遊戲兩個結局都不太好 不管如何反正我就是 被影子政府抓去 然後逃跑但是也是一輩子通緝啊 第一個結局是被外星人抓去雞雞 直入 然後被 追蹤一輩子啊 那這樣子我有一個問題啊我有一個很認真的問題如果我出國的時候經過那個金屬探測器的時候 或者是AX光機嘛 然後會照到我機下面就是有一個奇怪的裝置嘛 然後走過去之後就開始逼 我就算裸體我也會逼 你總不能把我雞雞切掉吧 外星科技會照不出來 有道理有道理 對對對 這個作者做的遊戲是阿扎GAME對不對 其實都做的 還能接受但是他 非常喜歡做那種 錄影帶式遊戲 然後畫面就是這樣雜亂 就是這樣雜亂 之前玩過幾款其實還不錯啦 然後有一些就比較爛的 眼睛都快瞎了 那我先關掉啦 我先關掉啦 各位一定有被植入 你們信不信 因為是有正在生命的 神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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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絡議